汪峰 这个名字呀 在你心里代表着什么的 没 我知道汪峰本身就是他的方法 是因为他是一个唱歌的人 而不是因为他叫汪峰 但真实的他 到底是怎么样的 本期视频呀 我们有幸得到了记录汪峰 灿烂的你北京战演唱会 后台的机会 不仅呢 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 各位大神级的主创 还有代界的乐手老师们 甚至呢 可以直接跟汪峰本尊呀 面对面的聊一聊 有意思的台前幕后的瞬间 都会在这儿和你们呈现 本期视频呢 我们将带领你一起感受 灿烂的你 以及真实的汪峰 那您对您自己的一个认知 用一个词 我怎么说呢 我觉得 现在呢 我们有幸采访到了 汪峰灿烂的你 30周年演唱会的导演 牛岛 您跟汪峰老师合作多少年了 跟他合作超过10年了 超过10年了 是他第一次开始全国的大型训远 叫《存在》 4 3 2 这个很经典 对 那个全国15场 然后开始 那时候有场有管 然后后面就几乎是全是体育场 这么多年 那您跟汪峰老师合作这么多年 您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老板着脸 挺无趣的 无趣 汪峰是一个无趣的人吗 或许汪峰的外表和气质 常常让人联想到典型的摇滚歌手的形象 标志性的墨镜 皮夹壳 以及他在舞台上那种自信的姿态 都给人一种强烈的摇滚精神 很多人的第一次见汪峰 都会从他的外表和言谈中 还有他的音乐作品里 感受到他身上带有一种严肃和深沉的气质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您认识汪峰吗 我认识 对 他嗓子挺酷的 那个嗓音 摇滚的时候 那个整个气势很强大 黑块的眼镜 比较成熟 歌都特别好听 然后长得也很帅 好听 你们知道汪峰的哪首歌 北京 北京 因为我们这不是在北京长大的吗 怒放生命 还好 朗朗上口 怒放的生命 我们都 就是听过他的歌 但是我们不知道歌名 可能 通过这次我们随机采访了一些路人 有关于汪峰的问题 发现大家几乎都认识汪峰 大家也都觉得 他的好多歌都是如此的耳熟能详 但却又不甚了解 普罗大众对于汪峰的了解 更多来源于媒体 网络 所以说 今天让我们从一切的起源 真正的来了解汪峰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北海公园 为什么来北海公园 给大家来讲一个小故事 在1974年的时候 六一二重节 汪峰那时候三岁 然后他就跟父母在游船上面一起游船 然后就给对岸的朋友们唱了一首歌叫 闪闪的红星 我印象就是 不仅水面上的人听见 然后桥上的人也被吸引过来看 这时候他的父母就感觉 这孩子有音乐细胞 唱得挺好 然后就决定让汪峰开始去学音乐 汪峰老师的音乐生涯 他就从此开始了 在父母的严厉管教下 汪峰的童年和当时他身边的同龄人相比 可以说是过得不那么快乐 但是同样得益于父母的严厉管教 汪峰过人的音乐天赋 也开始展现 考上了国内Top的音乐名校 中央音乐许愿 也许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是 其实汪峰在独立出道之前 还有一段相对于如今 汪峰这个名号来说 想要人知的乐队景点 那就是以母校的地理位置命名的乐队 豹家街43号 OK朋友们 现在就来到了 汪峰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 然后汪峰最开始玩的乐队的名字 就叫做豹家街43号乐队 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所在地 豹家街43号 1991年 汪峰受到催剑以及西风摇滚的影响 已经发自内心的爱上了摇滚乐 并决定要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乐队 他在中央音乐学院里到处打听 谁会弹琉球 谁平时会玩点摇滚 遇到合适的了 就直接去宿舍找人 别人问他什么事 汪峰就直接说 我想组个乐队 豹家街43号 就是这样 大人 您是央音乐姐 对 您听过豹家街43号乐队吗 当然可以 因为小时候也常听汪峰的作品 肯定也是都想受影响 这个学校一直就是 我梦寐你除了这种 自从汪峰组建了豹家街43号之后 便一直和乐队成员们 在教学楼的地下室一直排练 而央音的701琴房 是汪峰最喜欢的练琴地点 他的好多歌 比如说小鸟 美丽世界的孤儿 等等 都是在这个地方诞生的 这也是你的弱脸 你必须承认 也是你的研究点 汪峰从杨茵毕业之后 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 当时外面人几拨头都想进去的 铁饭碗 中央芭蕾舞团下的交调乐团的 小提琴手继续选择了摇滚这条路 在随后的五年里 豹家街43号一共发布了两张专辑 大大小小的演出 一共举办了100场 成为那个年代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支摇滚乐队 从豹家街43号到如今的汪峰 已经过去了30年 直死之际 也带着出道30周年回顾的意义 汪峰即将再次开启 新一轮的全国巡演 灿烂的你 此时距离首站北京场开演 还有13天的时间 今天我们来到了 汪峰参论的你30周年 学演的一个排练室 也就是整个的一个排练的现场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位导游 我们老招呼称老师 带我们在排练室走一走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 值得给大家去介绍的 OK吧 好的 好 现在这一次的 是练着三天的排练 应该是在演唱会前的最后一波排练 之前应该进行过四波左右的排练 先看这边 这边是贝斯老师 牙子老师 牙子老师 就是跟汪峰老师巡演 时间最长的一位乐手 25年 对吧 相当于在应该是报家街43号的时候 我就在了 对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节奏吉他的老师 刘新磊老师 小磊哥也有一个特别棒的乐队 叫左右 参加过乐队的夏天的 对 然后这边是鼓手 这是贝贝老师的 贝贝老师 对的 然后这边是冲哥 冯冲老师 对的 钢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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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琴老师的位置 这是黄毅老师的位置 黄毅是这次的乐队总监吗 对的 比如说很多编曲 包括是音乐设计的 是的 那个之前就是老汪的很多的那些新歌的编曲 包括歌手上面的所有的编曲都是黄老师 哇 这阵容都太梦幻了 对的 汪峰老师每一个乐手放在行内人眼里 都是大神级别的存在 甚至呢 包括我们的哈士奇胡晨老师 他其实呢 是第一个登上鸟巢的 90后期的时候 从14年开始啊 就一直跟着汪峰到处寻演了 真正的神仙阵容 一般是周中 然后会三到四天 好 那我们就开始 你认为汪峰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守时 排练认真 有一板一眼 要求严格 智商情商 创高 严于绿己 也严于绿人的人 都非常严谨 跟他说的是一模一样 是 极度认真的音乐人 我记得有一个印象特别深 我记得应该他做果灵里29号 对我想起来 汪峰老师要自己编曲 他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那个做编曲有一个音色叫 奥姆尼斯菲尔 你的那个大气 他就挨个音色听 那里面有两万多个音色 他每次就是每天排完练之后 回了家就开始听音色 觉得好的音色他记下来 然后就这样 他把奥姆尼斯菲尔所有的音色听了一遍 就当时我就觉得他太有毅力了 你像他自己的演唱会 所有的音响 我们乐队排练的细节 包括到了现场 舞台 灯光 视觉 所有的一切 他都会亲自的去掌控和过问 就是他会每一件事情都操心 就他对自身的要求 以及对自身想要什么 是非常明确的 这口感 汪峰老师就在那边的音控台 一点一点的来抠这些绝对的细节 现在是快七点 汪峰老师不到四点就来了 他不仅仅是对整体的调音上 会有一些要求 甚至每一个乐器 每一个乐器的效果器 湿震度开多大 所以说汪峰老师 你会感觉他的音响效果会很好 除了音响品牌好 气质的调节 然后有一定的乐队的审美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汪峰演唱会的 整个的音响设备 拉的也是比较满的 比如说主音响 用的是两组 法国顶尖的 L-Acoustics的 K1和K2的组合 然后下边还有挂了三只 Carver 进行不同角度的一个补位 两边还挂了两组 L-Acoustics的K2 然后给到两侧的看台 去进行声音的补位 在我们的看台的前边 还摆了一整排 KS28的一个超低音音响 然后在KS28上面 还有非常多组的 这样一个Carver的补位 其实这样的音响配置 在体育馆当中 其实是比较罕见的 但是汪峰老师 为了让声音更精细求精一些 让全频段更好的 覆盖整个的看台 所以说又布置了 这三组 Delay音响 让整个全场的声音 会更好一些 全台的演唱会 总共有两个全台 分别是舞台上的 Monitor 条件台 还有下面的PA 条件台 Monitor 条件台 主要负责台上的歌手和乐手的 一个效果调节 然后台下的PA 条件台 是给到观众这边 监听效果 包括扩声效果的一个调音 它两个是分开的 型号上都是DJ Code的 Kwong Time 5 大概200多万一台 这个还是挺卷的 顶级现场的全台了 来 正立跟讲台 好 让我们一起告白 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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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现在把心针剪到2点半 我听一下 现在中频是在多少 试一下把它剪到上午10点钟 你现在试一下把高词 再加一点我听一下 副歌放出来的这首唱的音色 是不是最好想中进的 我现在试一下中频加大 音乐没有神奇的一面 你下多大的功夫 别人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呈现的时候 让人觉得很神奇 实际上就是慢练 很仔细地分身不出面 我发现了一个细节 为什么歌单是黑底 广大 因为就是台上面 它有时候灯会暗下来 所以它有时候会出那种 云光的材料 那你的谱子呢 我没有谱子 我没有谱子 我本来我都是透明的 全透明的 大家都说这个实陆乐器 包括是实际演奏会更好 这个你感觉就对什么 因为这个周园人 你会有现场的状态 然后大家相互之间 它其实是一种交流 对 我们共同有那种 信息的传递 就能一起收 一几时就一起收 其实它就在一个里面 在这种东西里里 划纳了分分钟的宇宙 我们还能不能像 从中间那样 尽力相拥 在一切甜蜜的疯狂的灯源 取得几乎 这次的舞美呢 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大屏上这个圆形的设计了 在这一整块巨型的屏幕上 不仅可以帮助形成更多有意思的构图 它的背面呢 由于是灯光设计师设计的巨型摇滚灯墙 所以说呢 它还可以配合灯光设计 根据不同的曲目做出变化 甚至能变成一个具有立体感的灯球 那我看这次咱们的灿烂的你36年演奏会 是一个相对回顾性的演奏会 那在主题方面你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汪峰之前写了那些歌 从写灿烂的你突然用了一个第二人呈现 对吧 你如何如何 你如何如何的东西 这个它的表达方式 以及它的我觉得它的感触会跟原来不一样 这也是前几年 应该是1718年的歌 对 所以这个歌之后 一直其实我们整个的演唱会 也都希望能够换一个角度 像它这首歌的表达一样 换成一个第二人称 所以其实我希望观众的参与度要更强一些 后来我才得知 其实这面原型LED设计出来 不只是为了美观 在概念设计上也下足了功夫 寓意着The One 独一无二 世界中心的焦点 与灿烂的你这一主题相呼应 意义呢就是鼓励在场的每一位粉丝 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都是每一位灿烂的你 汪峰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原原保持 这份信念与力量勇往向前 主文化还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小礼品 小伴手礼 是一个算是Live Pass特别纪念票 风哥现在就卡着说话 这个挺有意思 然后它的内容歌词 就可以在空中就飘出来 每一张都是一个带加密芯片的卡片 这个东西是限量发行的吗 限量发行 我们就是希望王康老师可以跟粉丝更紧密的接触 互动一些 对 这个开场的这首歌 通常是它安排在整个演唱会的最后一个最精彩的高潮部分 拿出来做了一些重新的编曲跟调整 放在了做开场 回到最简单的方式 它出来就把最本质的歌声 最本质的创作表达给大家就好了 嗯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少人走着 却困在原地 多少人活着 却困在原地 今天 选择了各个时期的歌曲 是想在这两个多小时里面 经历时间的整个人 走过你们的过去 现在 以及我们的共同 把这奋怒 我该如何存在 传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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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这些人能找到自己的那些感受 我希望这些人能找到自己的那些感受 王峰音乐出道30年了 你也跟他这么长时间的演出 那您感觉这30年他的一些变化有什么 我还是觉得越是时间久 越要看他原来的第一章 越要看他最初 无论他在音乐学院拉的小提琴 还是他最早组乐队开始排练 创作写这些歌 所以你说30年的变化就是 他离那个状态远吗 其实也不远 只是在内核上面 他付给了太多东西了 他不断的30年给他累加 你说看这场演唱会 突然发现有伴舞 或者什么这些 那是真的不可能 其实我的歌曲可能更偏 人文和人性这一块 比如说摇魂音乐 它的核心和最纯粹的东西是什么 那个东西永远都不能够丢失掉的 根本意义上讲摇魂音乐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 从各个角度阐述哲学意味的东西 但是摇魂音乐好是好在 它会用特别轻松 特别更人性化的东西 深入浅出的去阐述很多哲学的命题 音乐最最重要的并不是变化 这不是音乐的目的 目的是在于 能够把你想表达的表达的更精彩 能让音乐更无形地影响人的灵魂和感受 我感觉她的歌词和唱歌的那种感受 挺触动内心的吧 喜欢应该十年了吧 但是在初中的时候就很喜欢 曾经在学业和生活 有很多沮丧和失落的时候 她的歌曲有很多的力量和独立 不是一个偶像 应该算是心中的一种信仰和力量 这么多年 她们是她的歌 她的歌 走过来 她就是我 一生唯一的信仰 每回度是在非常失忆的时候 在非常难受的时候都会清楚 为了自己偶像 跑到北京上大学 我一定会更努力做更出色的自己 在鼓舞着我 在传递着她的一种信仰和精神 从一二年开始听到 到今天正好是十二周年 在我孤独难过迷茫的时候 给予我的那些力量 我特别的感谢 那时候是上学 那时候被欺凌 那时候感觉特别孤独 特别无助 然后就想找一些方式 去把自己内心的这种状态 去发现出来 然后无意间就听到了 老汪的那个央专辑叫花火 那时候磁带 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就是我一直在 追寻的这种方式 真的觉得就是她的那种 对于摇滚乐的坚持的创造 每两年创造一张专题 甚至说她的那种 一直坚持的那种心 我们非常值得去学习 我是一名医生 虽然您没有见过我 但是我一直在追随着您的脚步前行 好 好 Zither Harp 习惯了逃避的那些日子吗 你再去待你如黑暗的人 那所有暗流的泪水换来的 从过去纯粹的关注自我 到我觉得一定的年龄以后 觉得他人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其实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就如同为什么写这首歌一样 这一次巡演也是 整个这个巡演 所有的歌曲 所有的呈现 我觉得更多的是 对于他人的一种努力祝福 以及让大家和我们一起 在音乐里面找到力量和方向 寄予很多希望 但有些人算费事情 忍首都口号的你 粉饱锁 还有 falta 空洒共弃 饿舍滞 ersch ZhuStah 忍舍滞 我愛你 雞蛋 那您对您自己的一个认知啊 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呢 我写了这么多歌词 可是到这个时候 我几乎没法 我怎么说呢 我形容自己的时候 我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准确的词 我觉得 就是你的朋友吧 你的朋友 朋友 嗯 我 Zither Harp